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顾起碰来圈人间客 诗意终生与爱难求 但去尘埃又会如何 此心可无不可休 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 处理的悲心梦跌梦秋水 万劫终不会再留到长剑来回 不堪不破地区天归 造红尘不需百转千回 复花开望年岁 惹菩提善战的美 还好我在天仪馆找到了这些千年玄饼 也不知道管不管用 从前在延续天宫 我盼着你有朝一日先例尽失 让我好好捉弄一番 如今真的如愿 我却并不开心 如果可以 我宁愿回到从前 你还是那个神通广大 日日欺负我的小人帝君 糟了 怎么结冰了 彩色的回忆是月落入霜 满地随目枯黄 会走出一滴泪吞海浪 执迷于遗忘 走到从此点个一方 走到你乡 回过头为我生遗忘 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 情字落万象 寂寞的堂堂住思念的伤 遗忘岁月亮 洗净鲜尘人游 你一心无恙 轮转中为此念疯伤 亦是芬花人间一场落花风 平天一枝落花终 看破红尘的烟红 你一心遥遥 你一心遥遥天下 一捧秋月容 只敢潇洒不敢弄 梦中梦中 梦中梦中有两人遇过 你一心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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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字系里写的 《情不知所起》 原来就是这种感觉 直到人间竟修好 事后 你曾说 若有一日我犯了情界 你绝不容情 如今一语成衬 若你知晓我心 真的会为了天条 杀了我吗 颖元君 你醒了 别动别动 快躺下 躺下 你做了什么 这些是热水袋 给你暖身用的 你刚刚冰玉伤身 若是不拿这些热水袋 好好地捂捂身子 等寒气逼到了你的身子里 你就没有办法痊愈了 那时候走都走不了 就变成瘸子了 胡闹 小心 你看啊 我说什么来着 这不就瘸了 让你不老实 你的伤势还未痊愈 不要再这样多动多闹的 若是 你真的觉得很无聊 我们不如给这屋子 取个名吧 早就听说颖元君 你文采斐然 恰好小仙平日 酷爱诗文 不如 我们比试一下 应冤军应战 应冤军应战 你先想不出来的话 算了算了 那我先来写 这字迹 我果然没有认错 真的是你 嗯 我想到了 就叫淡神殿好不好 这个寓意呢 象征着以后在此居住的人 多可以晋升上仙 这回该你了 就从天上 只有你胆大万卫 有如此性情 你怎么了 叶元君 你没事吧 你为何有伤 我没什么 我昨天晚上的时候 不小心把自己的嘴唇咬破 我晕厥前 他曾要度我汗胆真心 这伤 我不是我所致 将死之人 总是知晓你是谁 也毫无意义 我不能再伤了你 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 要给我疗伤啊 之前与任魂金灵相斗 把你的簪子弄断了 就当是赔偿了 这是陈花在万年陵墓所化 有治愈疗伤的效果 把头伸过来 你带上他 日后受伤并可痊愈 我们 才相识几日 你又是送我镯子 又是送我簪子的 莫不是 你不会喜欢上我了吧 去哪儿啊 屋子的名字还没取好呢 伸疏几回 低下荒退 狂如前景 不愿勾祸 你最后用了谁起的名字 我家两个名字当中 各取了一次 结合了一下 哪两个字 你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 丁渊君 我不会让你死的 往后 苍生安宁你来守护 你的安康 我来守护 保护 你 我来守护 我来守护 你也不会乱 我来守护 你我来守护 你我来守护 我来守护 一心向死之人 纵了美好之物 或可对尘世 重新生出热望 都说汉淡之花 情人心脾 可欲万物 既能闻到花香 又可以压制毒性 他应该会喜欢吧 地牙环境 幼暗阴冷 不时宜草木系神仙修行 他常待于此 定有众好 我终要神性俱密 唯能给你留下 这一片寸光 燕元君 你说真是奇怪了 这地牙一夜之间 长出个莲池 而且里面开满了莲花 这屋子刚才还阴暗呢 现在一下阎光普照 真是一个好兆头 地牙阴气太重 植被不剩 怎会开出莲花 是真的 我不信我带你去闻 来 这边 走吧 慢点 这幽香可真好闻啊 比起瑶池的莲花 也毫不逊色 甚至更妙呢 叶元君 你看啊 这荒芜的地牙当中 都可以生出这么好的莲花 你也要更加有信心啊 香气熏人 惹人心乱 那 那我带你回屋吧 屋里们 出来偷偷气吧 死鸭子嘴硬 明明心里很受用嘛 来这边看看 前面这一片 就是莲池了 叶元君 这地牙 早晚都会草木繁盛 生机盎然的 这么美的景色 若是你能够看到 感受得到 你一定会充满生机的 我看不见这景致 别再浪费你的口舌了 没关系 我有办法能让你看到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虽然你看不到 但是你可以感觉 靠触摸去感受 想象前面是莲池 池子里面 看满了莲花 左边是粉色的莲花 右边是金色的莲花 在这些角落里面 还有一些 羞羞答答的小家伙 不肯出来见人 就像你的眼睛 虽然看不到 但依然可以看到我一样 心 以木君 偶尔心情 也帆穿 没愿 相守 一颗心 尽不自己的 分一半 处去 应援君 你看到花了吗 我 带罪之神 将死之人 若一无自由 怎能给你希望 没有 我的物感一推势 看不见你所画的是何物 不必再浪费时间了 慢点 到了 神树不日便有哭泣 来此地做什么 这不还没哭吗 而且 我给你做了个秋千 让你玩玩 来 你要是指使 拉我出来寻开心的话 那我便回去了 你这个人 活了千百万年岁 可曾有一刻 是真正开心过的吗 不要再做帝君了 就做一个同志小儿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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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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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沈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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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死的 你一定不会死的 我会救你 我一定能想办法救你的 我 我 此生有过毛巫相守的时日 我 已然无憾 你又在做什么 我 我最近在沈远尔为应渊君祈福 他们说 有受住人的发丝会更加的灵验 发丝用处多多的 凡且有一个缠舌 如果两个相爱的人 把自己的发丝护结 便可以原定三生 我不信这些歪门稀数 东西还来 哦 你焚的是什么 为何这几日 火毒发作的次数减少了 就是普通的沉香而已 什么沉香 竟能压制火毒 为何我从未见过 我平日里喜欢研究这些 你平日里不关注 自然没有我懂得多吗 此物不有缠接 因香而死 因死而成香 可见这世间 没有绝对的生死 你看 连小小的沉香 都会历经轮转 发出余香 何况你呢 应渊君 你一定会度过劫难 浴火重生的 不必在我身上浪费更多的时间 即便能延缓毒性 无妄之火 它也无药可解 若我说 有药可解呢 你什么意思 我在天衣馆 听到天衣说 这世间有一物 名叫四夜汉淡 住口 谢莫之战 我未战死 已经是罪孽深重 且是众人各有其名 若要是拿我的截术 去换活生生的人命的话 那么我宁可万死不负 你休要胡来 听到了没有 你怎么会如此生气 答应我 好 我答应你 那你不要动怒了 你不要动怒了 我 我没有动怒了 游元君 不要跟来 还要生气 风铃舟已出 此时五日之内 必将枯死 为何 是颜难 是颜难 应渊君 这地牙 早晚都会草木繁盛 生机盎然的 这么美的景色 若是你能够看到 感受得到 你一定会充满生机的 真是糊涂 这树枯死也就罢了 何必耗费先例去维护 用元君 我的小伎俩终于被你发现了 虽然神术是假 但我重远是真 希望你康健 安好 再不要有相思之念 燕丹 我该拿你怎么办 我又该怎么办 天庭守戒便是不容有情 你绝不可重蹈 你母亲的覆辙 三位帝君都死了 我也站不动了 映渊 你在哪儿 小人帝君 为了我 活下去好吗 我不想你死 我 定是有莫能先莫大战了 映渊君 我们已经赢了 别怕 别怕 我在呢 我们已经赢了 别怕了 陆明 我之前让你帮我找的四大帝君的史料 你帮我找到了吗 你好好地研究这些干嘛 你要写新画本 不对 你这愁眉苦脸的 又喘祸了 我现在才知道 有人愿意被救也是一种善解人意 对了 你之前跟我吹牛 说牛够宝贝蛾子 可以将他人带到其他人的梦中 真的假答 什么蛾子 他叫小梦蝶 都你一样 是上古生理 珍惜得紧哪 只可惜 我养了几百年 从未破茧 这个小家伙这么难伺候吗 何止是难 他注定在九重天上 你问这个干嘛 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借我用用 你放心吧 我可是得到北明仙君的真传 连鱼墨都是我拉扯大的 小小的蛾子不在话下 你就借我用用吧 有人老是做噩梦 我想去他的梦里保护他 你就给我吧 好吧 谢了 叶元君 叶元君 我发现了一件大事 总是这般毛毛躁躁的 我发现了三日后 便是你的生辰了 到时候 我们好好庆祝一番吧 帝君万年不死 从无轻生一说 你若真想为我轻生的话 不如带我身归混沌 天际之时 变身一致 好了好了 又开始唠唠叨叨的了 也许这是你此生 最后一个生辰了 你若说不答应的话 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 是有多难缠的 怎么样 我给你准备的这个礼物 独具匠心吧 棺谷过荡 甚是浪费 我就是为了让你从茧入蛇 以后那种小的棺材 你都不想躺了 何况 还有我陪着你 以后你就不会孤孤单单的想走了 干嘛 下令铺就不要逞强了吗 守 放肆 叶元君 我用小红纸 捡了一个小人 跟你长得一母一样 你摸一摸 别捏话了 还给我吧 等着啊 这个就算叶元君的藏仪了 这个小红人替你凤凰涅槃 而你现在是浴火重生 我知道帝君你万年来都不庆祝自己的生辰 那今日就当成你的重生日来庆祝吧 你这一套一套的 都是跟谁学的 임元君 生辰快乐 这个生辰对你来说 也许跟你之前的生辰 没有什么区别 可是对于我来说 却是第一个 能为你过生辰的日子 在别人的眼中 你是威震八方 会有三界的大英雄 可在我的心里 英雄君 是一个固执 懦弱 宁愿巨死 也不敢好好生活的人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英雄君 比我在传说中听到的 在高高的地座上 远远望见的英雄君 更加真实 英雄君 我唯一的愿望 便是希望你可以放下所有的束缚 你不是谁的英雄 也不是谁的血脉 你只是你自己 我希望你可以做一个 无忧无虑的普通人 应渊 今日并非平常 过往万年 我的每一个生辰 都是在公务和战火中度过 这是唯一一次例外 谢谢你 别动 放肆 我不是故意的 是人家凡间有传说 说如果拿到神仙的睫毛许愿的话 便可以心想事成 真的 是吗 那就一起试试吧 天命顺应 生死莫年 我一己最深 别无所求 唯愿言诞他 永保喜乐 一生无忧 各路神明 请你们一定保佑应渊君 战胜火毒 康复如初 无论他有多想求死 都不要听他的话 拜托拜托 应渊君 你喜了什么愿望 你怎么了 应渊君 应渊君 没事吧 我说那两个小女娃 仙古奇诀吧 不仅把满池莲花都引开了 还引来了 最不爱看热闹的应渊君 应渊君 好不容易抽出身来休息片刻 仙君这么一说 还又该回去换布房了 利元显君 六界一切太平 什么都没有发生 你终于可以 不用背负那么多东西了 你看 那边是北海 那边是东海 中间的这一片 是凡间的大山大川 我从来没有去过凡间 好想去看一看 从此以后你不做帝君了 便同我做一个 逍遥的伞仙吧 到时候 我们一起踏遍三界四海 经历四十方物 看遍凡间烟火 好不好 好 我们慢慢地走 慢慢地看 原来你也可以笑得这样开心 究竟梦到了什么呀 好 叶元军 不好 火毒又发作了 我絕不能在這個時候 擾了她的好夢 火毒精也伸到這種程度了 你究竟是怎麼熬的 不行 叶元君 作曲 李宗盛 几万年来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在人前失态 我与你不同 是你让我明白 我也可以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 此处有山风 奇景各不同 你和我一起去看看吧 我从未像此刻 这样开心过 即使你可以隐瞒 但我一直知道 我从未像此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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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一直落花中 看破红尘的烟红 你是摇摇天上一蓬秋月容 只敢潇洒不敢弄 梦中梦中有两人与共 与君别吼一声我下转已久 山海无路万行中 雨别欢羞几时都不够 仅看微笑烟火岸上有白首 一朝天涯熬红冬 直到人间静修好时候 胆胆在开人死的手